下面呢我就给大家科普一下我们鹿江金丝猴哈 嗯 我们世界上呢有五种金丝猴 我们最开始认识的可能就是四川的这个川金丝猴 全称金黄色的这个金丝猴 再就是越南金丝猴 然后在贵州的这个范境上呢 还有一种叫乾金丝猴 在这个我们这个鹿江呢 鹿江的东岸 还有一种叫黑白仰鼻猴 也叫边金丝猴 在我们这个我们所在这个高丽贡山呢 有就是我们的这个鹿江金丝猴 鹿江金丝猴呢 也是继其他金丝猴一百年之后 才发现的世界第五种金丝猴 它的学名呢就是叫这个黑仰鼻猴 为什么叫仰鼻猴鼠呢 仰鼻猴呢 因为它所有的仰鼻猴啊 你看这个川金丝猴也好 边金丝猴也好 这个我们鹿江金丝猴也好 它鼻子像翘的 我们老百姓说就下雨的时候 它都会用这个手把它的这个脸给盖住 怕这个雨水打到它鼻子里 是这样吗 对 好可爱 对 它会打喷嚏 所以它的这个得名是这么来的 根据我们的现在研究表明呢 鹿江金丝猴它在野外 它的这个食物呢 大概有一百种左右 平时吃的更多呢 就是这些树叶 在我们鹿江呢 发现了两群 一群呢 是在高粒共产的西坡 也就是靠近缅甸 跟缅甸街上的这个地方 另外一群呢 是在我们的东坡 在在卢栈 这个区域 两群鹿江金丝猴呢 现在有种群数量 大概二百五十只左右